高雄市今年本土登革熱病例創下 歷史新高 有不少地區從入鄉以來 已經被噴了兩三次藥 有店家私下就抱怨 每次噴藥之後 都得花時間清洗 影響做生意 儘管處則強調 進入家戶噴灑的藥品 主要成分是蠔蟲 蠔蠔橘金 對哺乳類動物是五害的 建議民眾只需要遮蓋碗盤 等食器就可以了 不需要抗拒噴藥 整個貨架全都用塑膠 不包起來 高雄市為了對抗登革熱疫情 密集噴藥防治 但有店家說到處都噴藥 這樣下去實在無法做生意 能遮的就遮 不能遮的也沒辦法 那你要暫停一個小時 我跟你講 這是每個店家要做生意的人 每一個人都會抱怨的 沒有人不會抱怨 根據疾管處的標準作業程序 除了例行的街道噴藥之外 只要傳出確定病例 周邊五十公尺內的建築物 連室內都必須噴藥防治 有民眾把家中的家具 全都包起來 就怕藥劑殘留 做生意的店家聽到要噴藥 也都把食物餐具 全都暫時蓋起來 為了清潔衛生也是要做啊 不方便也是要配合啦 生意是還好啦 只是就是我們可能要清理 比較不方便 為了防疫無奈配合噴藥 不過疾管處指出 防治的藥劑是除蟲菊精 對人體無害 除蟲菊本身就是 對哺乳動物都沒有毒性 所以你只要做一些必要的遮蓋 並不會影響到食物的一個安全跟健康 截至13號為止 高雄市本土登革熱病例已經達到10800多例 市政府除了持續噴藥防治 也擴大實施海水罐流水溝 撲滅解決 另外這個禮拜日也將發起全民清掃 清除積水容器的活動 多管旗下希望儘快控制疫情 記者曾文許正俊高雄報導 請問道吉祥